大家好 我是马苗哥 我现在呢在厦门国际赛车场 参加这个沃尔沃S60的活动 大家看到我现在身后停的呢 这个全部是沃尔沃S60最新上市的车子 今天呢我们整个活动就在厦门国际赛车场 开着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沃尔沃S60 有这个B5的版本 也有这个T8的版本 去跑这个厦门国际赛车的赛道 当然了这个在跑赛道之前呢 由于我们绝大多数来参加活动的 也业余选择就算不上吧 所以呢首先还是要参加一些这个基础的赛车知识培训 其实苗哥我也是第一次在这种赛车场参加这样的活动 来之前呢我以为无非就是经常开开车嘛 把油门踩起来 刹车踩起来就可以了 没想到上场之前还让我们先来个体能测试 测试完之后在那个模拟跑道 在做体能测试的时候 大家看苗哥这个体格就知道 估计我肯定是进不了前三了 一趟体能测试下来 除了敏捷性测试我还是占优势之外 现在这个力量性测试 我肯定是不占优势的 做完体能测试之后呢 接下来就来到了模拟赛道 赛车游戏那种赛道 只不过就是说 这次的赛道是完全这个模拟了 厦门国际赛车场的赛道 跟真实赛道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感觉开起来之后 毕竟是模拟的这种游戏赛道 跟我们平时开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尤其是我当时在开的时候 三个屏幕的反光特别严重 我基本上看不太清楚 前面赛道的情况 所以这个成绩呢 就可想而知了 我是好不容易 扣扣扣扣跌跌撞撞 跑完了这一圈 至于说圈数成绩呢 我就不说了 说出来 估计会被你们笑掉大牙 因为之前在成都青城商 试驾沃沃XC60的时候 我已经体验过了沃沃的底盘调教 所以这一次呢 对于沃沃的底盘 还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只不过说说 这次换成了S60 我相信S60的底盘 由于是轿车底盘 比XC60SUVD的底盘 在运动系方面 肯定是效果更好的 所以在上赛道之前 虽然我心里面明明知道 S60定位的也是家用车 但是我对于S60底盘条件 还是有比较高的预期 为了方便计算圈数 每一个上场的选手 都是采取跑三圈的办法 第一圈呢是熟悉赛道 第二圈才是正式的成绩 第三圈呢就是减速 把车子停下来 为了公平起见呢 这一次上赛道的车子 全部都是使用这个 48V混动的B5版本 由于没有过呢 也是第一次上赛道 加上我这个人开车呢 一直开的比较稳健 所以我的第一圈 其实跑的算是比较保守的 但是呢 到了第二圈之后 我就完全放开跑了 得益于S60優秀的底盘 调教和刹车系统 车子在切弯和路弯的时候 我感觉我对于车子的控制 非常有信心的 虽然在路弯的时候 时速比较快 但是只要你这个刹车 赶紧踩下去 基本上刹车的响应 以及对于刹车距离的控制 都能够拿捏得非常到位 这一次在赛道上体验 WOW S60呢 说实话 当油门踩下去那一瞬间 发动机爆发出咆哮的声音 我感觉这个四个男人 可能都会有一种 非常兴奋的感觉 毕竟呢 在赛道上一脚油门干到剧 当发动机转到五千转 发动机吼叫的时候 那种机械的吼叫声 让每个男人都会维持 渗线速飙升 但是呢 激情过后 总共还是要回归平淡 所以呢 苗哥还是把车停下来 带大家细细的来看一下这台车 首先在外观上来说呢 S60也是一款 这个非常成熟的 已经上市非常长的一款产品了 新上市的S60呢 在外观上 其实没有这么太多的改变 在内饰上 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无尔无尔的家族式设计 虽然说除了这个水晶打码之外 其他没有什么太多 让我们值得惊艳的地方 但是这种设计 却能够让我们有一种 这个安全稳重的感觉 尤其是这种设计呢 就是我自己接受这么多 我的车子来看的 还是比较经典来看的 虽然说每一次试驾 都是这种家族式设计 但是却让我有一种 这个熟悉安全的感觉 尤其是突然觉得 有一种这个回家的感觉 这种感觉呢 其实对于一个中年奶爸来说 它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在整车空间方面 由于这个车长达到了 这个4米7多 所以呢 对于我们日常家来说 这个轿车其实是够用的 最后呢 苗哥不得不提出的一点 就是每次试驾玩沃尔沃 跟我感觉特别好的 就是这个车内空气质量的 这个把控啊 尽管说这个车子是非常新的 但是呢 基本上闻不到 任何其他的一些异味 除了车子新的那种 轻微的气味之外 即使在车里面 待的这个时间很长 也不会有任何不舒适的感觉 尤其像苗哥 我这种老鼻炎的患者来说啊 车里面用料黄宝不黄宝 我都不用这个仪器 我直接进去坐一个小时 我就知道这个车能不能买了 所以这一点呢 是我最喜欢沃尔沃的一点 好了 通过今天一天的沃尔沃S 就有人的这个赛道体验的 说实话 我对于这个沃尔沃的这个 整个操控和底盘 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啊 尤其是现在全系加入了 这个混动之后 车子的 在赛道上的这个加速感觉 这个比之前 我试驾过的这个 纯朗油版的那个好太多了 再加上来这套底盘调教 我确实是就越开越喜欢你初次开的时候 可能觉得北欧风格嘛 就是那种挺一般般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度去试驾之后 你会发现 它会给你的信息是越来越足越来越足 包括我今天在赛道上 我总共是跑了 加上午的测试 加下午的三圈 加最后我补这一圈 我总共是跑了七圈 就像我这个比较稳重的性格 我说这个越开越open 越开越爽 反正觉得要是能这个再多开几圈 我也愿意这个多开几圈 只是说这个下午已经到了五点 赛道就关门了 我们就回去了 不然的话这个我还想再好好体验一下 总之呢 这款车跟我的感觉和印象 符合我这个年纪的顾佳的中年稳重的 还能偶尔追求一点小激情 也是可以实现的